小腿羊肉10块钱 肚子虾锅豆腐块钱 黑龙江奇迹汉 开在居民区的东北特色早餐 仨人49块 现在早上6点多 我带大家尝一尝 我从小到大吃的一个东北早餐 阿姨呀 开门吗 开门 早上10点半 有什么推荐的 小腿羊肉10块钱 肚子虾锅豆腐块钱 让我们都是三点一大 我要羊肉酸菜 你要什么 豆腐酸丝 还有什么推荐的 自己家做的小腿羊肉 来一个 都是现做的 对 好 羊肉 羊肉 少点了一个凉拌茄子 招牌餐 那个拌茄子 我正送的 谢谢 羊肉酸菜粉丝10块钱 一片两片 三片四片 差不多五片羊肉 哦 东北的酸菜 敌入口是脆的 我小时候吃过的味道 小时候好像没有辣椒 我试试啊 我觉得直接吃就挺好吃的 哈哈 现烙的草帽饼 三块钱 小时候特别还吃 因为它有点酥脆 像草帽一样 这一圈一圈 两碗茄子送的 酱香的口味 烂和 要入味 茄子是我的最爱 离开东北 很少能吃到这个味道 狮子头14块 哇 它里边的肉是大颗粒的 挺香的 腾肉14块 它其实就是五块肉 油脂啊 肥腻感都真是吃的 有些人不点山锅的 就这点个腾肉 和米饭 早上就解决了 吃什么好吃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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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童年味道的小店 真的越来越少了 哎呦我的天呐 不是在做梦吧 你俩还欠二个 我来吃饭 饭 早餐是不是挺好吃的 好吃了二十多年了 早晚年 上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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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